這個 哲偉跟Shawn的 請筆丁準備 大家好 我是哲偉 今天另外一位坑主是潤翔 今天在寫去幫大家直播 那我們今天提的是一個 叫College的一個網頁工具 那這個網頁工具的目的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對於一個空間 可以是室內空間 也可以戶外空間 那我們就找一個 大家可能耳熟能詳的戶外空間 就是總統府前廣場 這個廣場 現在夏天到了 就真的是很熱嘛 可能大家會去拍拍照 或甚至國外觀光客來這邊 會想要來看看總統府 可是覺得很熱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幫他加一棵樹木 我們希望有一些大樹 這樣至少我在看總統府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 都沒有遮蔭的地方 那這棵樹要多大呢 那就可以用 去素材庫裡面 教一棵你比較喜歡的樹木 那叫出來之後呢 可能就考驗大家 這個樹苗透視的技術 那有的樹是大的 就是表示近 有的樹是小的 就是比較遠 感覺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很多網美打卡 都有些沒有目的的樓梯 那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沒有目的的樓梯 造景藝術 享譽國際 在上面看總統府 那我拉近一點 這樣就不對 好 大家至少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素材庫裡面 你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材料 比如說 有人啊 或者是 一些裝飾物 這樣子 好 比如說 小朋友在玩球 好 這很重要 所以他可以 比這個總統府還重要 好 那我們可以按下載 然後你自己拼貼環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好 那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去瀏覽看看別人的創作 這目前是可以存在網頁前段 好 那這個工具呢 原則上是在GitHub上面 也可以一起來跟任翔 還有我們一起來做開發 所以你可以簡單看一下GitHub page 那是用Python來去寫的一個框架 那素材其實也可以來更新 舉例來說 剛才那些素材是可能過去累積的 那如果現在有新的需求 有一些新的物件 我們也可以來幫他做 那蠻特別的 這一次還有做一點點小的突破 就是我們的素材呢 除了剛才看到這種靜態的TNG之外呢 還有GIF 就是 假設就有蠻多的故事 就是這是一個動態的景象 你可以想一想看有沒有什麼GIF 也可以覺得適合放在這種 空間設計的一個網頁小工具 那我希望這個網頁小工具 可以協助大家 看待一個 例如說道路或人心道改善 或者一個小的空地 你覺得他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那也不用等一個太專業的設計師 就可以來做啟動 以上就是我們分享一些 謝謝 謝謝各位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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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